最近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对维权艺术家艾未未的独家专访 声称这是艾未未6月22号获释后首次打破沉默接受的采访 外界质疑中共当局这是为了掩盖前一天德国明镜周刊 以德文发表的《艾未未被捕81天的情况》文章 用来堵住外国人的嘴 8月9号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对艾未未的独家专访文章 标题是艾未未打破沉默 文章说艾未未同意接受采访 但是条件是不要问她被关押期间的情况 尽管她的案子涉及许多敏感问题 但是艾未未还是谈了她在关押期间的情感想法和思想 文章还声称艾未未已经恢复正常生活 虽然她或假释的条件之一是不能用社交网站推特 但是她仍然上网浏览新闻 8号作家贝领在德国明镜周刊 用德文发表了题为《被捕的81天的文章》 贝领表示作为个人来讲 她觉得有责任让外部世界知道艾未未在监狱的情况 因为她自己也在监狱里待过 知道那种非人感觉 贝领还告诉记者 艾未未电话是被监听的 她写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 都是从艾未未家人或朋友 还有那些汉学家去探望她的时候 听艾未未描述自己在监狱里的经历整理出来的 对《环球时报》专访艾未未 贝领认为 这是中共当局要堵住外国人的嘴 我从国内了解到的是他们紧急做的这么一个 要平衡可能出现的 这个就是这个艾未未的这个 欲中经历的这个影响 他们决定就是在 好像听说是国安系统决定 就是让艾未未接受一个 只能对外发布的一个采访 设法来缓和这篇 民进周刊这篇报道 在世界上造成的震撼 大陆前新华社记者高瑜指出 中共当局一直以来对很多新闻就是隐瞒 叫老百姓看什么你就看什么 但现在互联网普及他们封不住了 所以他们就要先占领舆论制高点 什么事一定要由他先来讲 实际上还是封杀舆论 堵外国人的嘴 他还是害怕一些真相啊 艾未未不曾经有过一个九死一生 他不愿意让艾未未的消息 由外国人采访到了 或者是你们在海外的媒体采访到了 再返校到中国来 就在环球时报英文版这篇采访面试的同一天 艾未未在推特上连续发了几条推文 谴责与他一起被捕的生意伙伴 所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并呼吁大家关注即将开庭的维权人士 王力宏的案子 以及关注被关作家 冉云飞的命运 艾未未这几条推文 立即引起推友的注意和大量转发 当天深夜 四川知名异议作家 冉云飞在被拘押171天后获释 新唐记者李运 王明宇采访报道